分成兩次抓 第一次抓的話就是 先抓那個 這邊我看 跟前面那個蠻像的 先抓哪個DIV 後來發現 哪個DIV 這個我們先抓按右鍵檢查 它的上一層 不過它的DIV上面好幾個 那哪一個才對 你可能要把那個KS的名稱 Ctrl-C,Ctrl-F,尋找一下 如果假設它的數量太多了 那那個不適合 可能你要找它的上面一層 如果上面一層 它出現很多 你再往上一層 所以最後找到應該是這一個吧 什麼True Columns 然後什麼Bold1-Lect 這個好像也 OK 那指的應該就是這一塊 所以我利用這個KS名稱 來抓的話 那你會發現 把這裡面的Find-All 所有的A 那你會發現得到的就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 0加 板橋0加最後單身和結婚的 OK 然後 最底下應該交點新聞 應該就是最底下這個啦 OK 沒錯 就這一個 如果你要超連結的話 那最後呢 等於是說你最後在底下再加上什麼 這個底下的話再加上點GATS 有沒有 點 本來是點TASM 把它改成點GATS 然後後面的話加上它的屬性 就是HREF OK 那這樣的話就是除了連文字之外 也順便把它超連結 也順便把它抓下來 OK 就OK了 所以其實應該沒有想像中那麼麻煩 只是說 當然呢 那爬蟲呢 需要牽涉的層面 其實當然呢 這個是最基本的 那一定還有別的啦 所以如果假設你對於爬蟲 還蠻感興趣的話 那我建議你其實可以再往下去 可能再去學習吧 那裡面當然除了HTML之外 像CSS 剛剛還有用到CSS 或者JavaScript這些東西啦 可能都還要再稍微了解一下 甚至呢 還有一些就是說 你可能 有一些傳一些參數的 傳參數的話 除了用GAT之外 其實還有所謂的POST 也就是說有些東西 它不讓你知道說 它傳了什麼參數 OK 但是你還是可以把它抓出來的啦 方法還蠻多的 那只是說因為那個複雜度 其實蠻高的 所以如果假設你對爬蟲 不爬一次的話 可能就是再稍微看一下 那因為這一期課程呢 就是時間蠻快的啦 所以後面其實還有一些練習題 我可能沒有時間講完的話 那可能回去 也許請大家 也許可以自己再練習一下 像包含抓那個 會市資料嘛 甚至股市資料 都可以 雅虎股市好像我在 下一個單 零六 零五這邊也有啦 就是 抓那個台彩的 有沒有 抓哪些號碼啦 然後抓那個雅虎股市的 底下也有 有沒有雅虎股市 假設要抓這個資料 或者每一頁的資料 通通抓下來的話 那也很簡單嘛 反正就是抓它的標籤 抓它的class 然後把它裡面的資料 抓下來 那看你是要把它存成CSV 或存Excel 或是存成資料庫 OK 這個衍生性還蠻大的 所以後續我想 因為今天是最後是上課 所以下個禮拜 假設你 沒有做其他的應用 你就乾脆拿來練習這些 所以這個可能就是 當成你們 後面幾周的作業吧 對不對 那當然如果你還有其他的 延伸性的學習需求的話 那底下有還蠻多的練習題 甚至呢你覺得還不夠的話 你再去抓那個證照考試吧 不然你就乾脆把證照考試 題目練熟之後 再去考個證照看看好了 OK 那你說老師考證照幹嘛 那有時候其實你不要去想 有時候你把它想 你到底能夠得到什麼 反而那個過程我覺得是最 我收穫其實是最大的 因為我至少我經歷過了嘛 然後我得到東西了 至於後面會怎麼發展 其實有時候我也 不太會 預設太多啦 不過有的時候 反而就是會多一些意外的 驚喜出來 我也就 覺得還蠻意外 像比如說有些 有些機會 也是突然找到 我都覺得蠻奇妙的 像比如說突然有那個 找我去命題 找我去審題 我都覺得怎麼會突然找到我 OK 那可能是因為我是不是做了什麼事情 我也不知道 OK 好啦 反正你有這個條件 你才有辦法做那些事情 好 那 剩下時間請大家試試看 把剛剛的ET Today 跟Yahoo新聞室的練習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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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